世界上存在一个逾1776年7月4日创立的国家 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 并在诸多方面建立起一套多数人所认同的制度与体系 当今的美国拥有军事、科技、美元这三大要素 它们相互配合、彼此依存 共同构成了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一部分 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 美国经济得以相对良好的发展 用相对利益的观念来看 别人变弱就意味着自己变强 这种道理在诸多方面都能充分体现 比如当各国耗费人力物力去修复时 美国反而能够迅速调动全国之力来发展 随着战争结束 更进一步将其文化与影响力推销到各处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究一下美国到底强在哪里 首先来谈谈美国的地缘位置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 美国西林太平洋 东林大西洋 北部还有北冰洋 因此 在那个还需要近距离交战的年代 三面临海的环境无疑是美国最大的天然屏障 其他国家无法通过陆路直接进入美国 所以 无论欧亚有任何大国出现 在当时都没有办法轻易地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 从一定角度来看 在一战前 全球实际上是由诸多国家彼此竞争 并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优势 但一战改变了这种权力结构 以一战前的1913年为基准点 这场战争基本上使英国和美国与欧陆国家完全拉开差距 就1918年的数据而言 法国和俄罗斯的GDP增长率相较于1913年下降超过30% 德国下降接近20% 而美国在1918年增长率却超过了10% 到了1923年 亚洲和欧洲遭受严重破坏 当然美国的死伤人数也不少 因此 二战成为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当各国都沦为废墟之时 美国本土却安然无恙 在二战纪录片中提到 美国在为参战之前并不清楚自己炮弹的合格率也存在问题 但当美国实际参战后 美方意识到他们的战力 并且在二战最高动员期间 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周一艘军舰的惊人程度 这都与美国的优越条件相关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美国为何如此强大 实际上 今年存在诸多关于美国是否依仗强权的声音 但事实上 美国在军费支出方面近三年来一直处于最高水平 依据国外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美国在2018年 2019年以及2020年的军事支出分别约为6433亿美元 7321亿美元与7780亿美元 除了逐年攀升之外 2021年全球军费支出中仅美国一国就占了38% 根据美军此前公布的各国现役航空母舰数量来看 包括直升机航母在内 美国总共有20艘航空母舰 其中有11艘违和动力航母 包括10艘尼米兹级与一艘福特级 总吨位达到114.8万吨 目前仅有美国和法国拥有核动力航母 从数量核吨位来看 美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而且美国国防部去年提出最新规划 表示未来还要新增至少8艘核动力航母 以保持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要知道 目前很多国家的航母水平 甚至连一艘常规航母都无法达到 在航空方面 美国的直升机数量已达6340架 其中有904架为公物直升机 各类升级后的军机数量 更是达到13230架 均为全球之首 毕竟美国拥有第五代隐形战机F22 F35 根据国外军事网站的比较 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军机数量只有4160架 第三名的中国更是只有3200架 除此之外 美国还有MTU9系列无人机 以及正在推进的太空军等等 与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相比 曾任中国军方高层的张兆忠 曾直言不讳地说 就算美国原地踏步 中国20年也追不上 而站在美方的立场 美国学者则认为 中美双方的差距或许已达30年 毕竟中国军事的腾飞仅是近20年的事 而美国的军事实力则是经过了长期的积累 并且美国除了军事实力与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外 在研究发展方面也同样领先全球 仅就诺贝尔奖而言 截至2017年 美国共有366位诺贝尔奖得主 且大多与科学相关 排在第二的英国是130位 所以 无论在学术还是实物领域 美国基本上都走在最前沿 而这样的成就其实很难归因于特定因素 而是源于长期以来的整体经济实力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资料 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全球研发的领导者 二战结束后 美国的研发经费占全球的69% 从1953年到2018年间 美国的研发经费已增加了112倍 即便其他国家在近23年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但在2007年 美国研发经费仍占全球的24.7% 凭借如此强大的研发能力 美国掌握了突出的优势 以这两年国际间竞争最为激烈的半导体为例 根据今年2月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 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 2020年的总销售额约为2080亿美元 占全球总销售额的17%左右 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中美国有6家 包括英特尔 美光科技 高通 博通 英伟达与德州一气 不过这里还是必须指出 美国2020年的半导体销售额虽占全球将近一半 但实际上美国仅占全球晶片生产能力的12%左右 相较于1997年有所下降 在芯片制造方面表现极为出色的要属中国台湾地区 全球约78%的先进芯片是在台湾制造 像那些更为高端的芯片制造技术 目前是掌握在中国台湾地区手中 早在2021年 全球晶片领域黄晓明 此处可能存在信息错误 不太明确具体所指 美国政府已将半导体制造 列为未来国家战略 而且美国的科技厉害之处远不止于此 最能明显体会到的就是在手机领域 手机操作系统主要由谷歌的安卓系统 以及苹果的iOS系统所垄断 在这两个系统的平台上 已经发展出了成千上万的手机应用 以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软件 其地位很难被撼动 就连电脑操作系统巨头微软 也不能与之抗衡 在智能手机领域 不需要使用这两个操作系统的情况很少见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离不开美国公司 比如像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的垄断 在很多科技应用中所需的技术 都无法脱离美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医疗生物产业的发展 首先要说的就是外科手术系统开发商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达芬奇手术 这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医疗手术 其具有超高分辨率的视觉影像 能够模仿人类手腕关节设计 这款手术系统从第一版推出至今已有20年 目前市场上仍然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产品 这就是所谓的领先全球 在生物医药市场方面 谈到美国就不得不提到 有庞大市场之称的辉瑞大药厂 从以前的盘尼西林到大量生产 辉瑞一直都在医药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疫情危机中也成功与德国医药公司合作 在近80年的历程中 辉瑞接连推出了80多种抗生素 每年大约可为4000多万民众进行治疗 1998年推出神奇的蓝色小药丸 威尔刚 并通过持续并购其他公司来维持自身的地位 除了军事研发科技 还有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的构建 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等某种协定的签订 成立了货币基金 共同构成了布雷顿体系 美元与黄金挂钩 但之后金本位置开始崩溃 接着尼克松总统推行浮动汇率 美元基本替代黄金成为了国际主要货币 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无比 其GDP曾一度占全球GDP的40%多 二战后国际上逐步开始建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 各国纷纷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在本国货币波动时 利用储备的美元买入或卖出本国货币以稳定汇率 其中有些经济体甚至放弃货币政策 完全以美元作为衡量和稳定本国货币的标准 从1950年到2020年 这些国家的经济总值占全球GDP的68% 因此美元至今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 也是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 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的国际贸易系统中 美元至今仍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作为国家储备货币外 也是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首选货币 据统计在国际市场中 个人或公司在海外贷款中将近78%是美元贷款 比2018年增长了10% 在全球金融交易中 即使涉及交易的公司并非美国公司 也有将近90%的交易是使用美元 目前还没有其他货币能真正威胁到美元的地位 在如此稳定的美元支撑下 美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 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的总和 从人均GDP来看 美国从1966年的3000多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65200美元 尽管美国仅有3.3亿人口 然而其全年零售消费总额在2019年却达到了5万亿美元之多 论及美元的规模 平均每个美国人的消费额高达1.5万美元 相对而言 排在第二位的中国 人口近乎是美国的4倍多 但同期的零售消费额仍低于美国 仅为5万亿美元左右 人均只有3850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 一个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大约相当于4个中国人 从金融市场来看 长期以来 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且流动性最强的 大部分国家会将外汇投入到美国 以换取美元资产 而美股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地位也是极高的 其次在2021年5月 全球股市市值达到95万亿美元 因此 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 在全球化的紧密关联下 大家会一同受到影响 近期最为著名的当属2008年的次贷危机 在美国排名前五的投资银行中 美林银行等遭遇困境 同年9月29日 众议院否决救助计划 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777点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 而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在欧洲引发了一连串金融机构倒闭潮 亚洲也因受其影响 保险等行业以及美国相关的业务爆发财务问题 各国股市随美国一同波动 最后 全球七大央行不得不同时宣布采取措施以挽救经济 但显然已难以挽回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 这也代表着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 而美国全球霸权的本质就是输出美元 只有通过输出美元并回收资源才能维持其霸主地位 这便是现实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事件